郑俊卿,给我鬼无论 你是什么人,这里容不得你胡乱撒野 郑少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把你戳死在这里 夜十三,你不要胡作非为,不然郑少一清毕掉你 混蛋,你敢动我 黄殿长不要冲动,打打杀杀是野蛮人的行径 我们是斯文人,还是文明一点好 夜十三,你今天来这里撒野,惊扰郑家各方兵客 我不会胡乱怪你,但你总该给一个闹事的理由吧 让我知道我郑家哪里得罪了你 哼,别废话,让郑俊卿滚出来 郑少大度懒得理你,但老子黄狼却不能惯着你 信不信我今天就弄死你 黄狼,又是亲狼会了 郑俊卿,你还不滚出来吗 夜十三,你究竟要干什么 郑俊卿,你不是龙珠四少之一吗 你过所同归了,怪不得孙红颜看不上你了 因为你是没有半点担当的 不错,不错,当众捅人,有胆破,有手段 可你捅他并不算什么本事,有种就来捅我郑俊卿 只是你要捅准了 一旦我留有一口气,你和你身边人,一家大小,就全要倒霉了 郑少好帅,好威风啊 是啊,不愧是龙都世家子弟 这夜十三,真不自量力 难道不清楚自己跟郑少的差距吗 就是,他有什么资格叫板郑少啊 哼,虚张声势,就算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动郑少一根毫毛 夜十三,别杂杂呼呼了 跟我证据经叫板,你还问了一点 我四叔和警方很快就到了 你当众动刀子,还可能杀了人 这是非法行凶和故意杀人,最低无期徒刑 搞不好要枪毙 先想想怎么摆平警方吧 哼,如果我是你,一定马上跑路 而不是留在这故作玄虚 青狼夫妻,公本三郎袭击 这一连串的连环纱,除了灵千水外 跟你也脱不了关系吧 是又怎么样,难道你要捅我吗 别壮不作样了 就算给你一百个胆子 你也不敢动我一个毫毛 我再告诉你,这只是一个开始 等你今晚进了牢里 我会让灵千水弄死你身边的人 算计我这么多次 一个酒瓶,两只手,不过分吧 一十三,你这样对我想过后果吗 哼,我既然来了这里 你觉得我会在乎什么后果吗 倒是你,还要告诉我一件事 不然你就去死吧 什么事,灵千水在哪里 谁在我这里撒影,公公执子 四叔,七妹,原复书 好啊,动我郑家人 够胆子,够魄力 我活了几十年 第一次见到你这么猖狂的人 郑先生难道就不问问我 为什么会这么做 不用问,不想问,也不需要问 我告诉你 我侄子今天的耻辱 你要拿命来偿还 不讲道理,还无法无天 老子就是法,老子就是天 老袁,把他抓起来 胆敢反抗,就地毙了 要敢拉我侄子陪葬 就拿把全家来偿命 放了精心 他还没告诉我,灵千水在哪呢 傻叉,性命都不保了 还惦记着灵千水 他必须死,不然你也可能会死 难道正少,又一条倒走倒黑吗 不说,不说 他在临江别处,凌晨一点会借往杨国 很好 小兔崽子,你完蛋了 敢伤害我哥,劫持我哥 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莫先生,您怎么来了 没事吧 谢谢莫叔关心,我还扛得住 以你的能耐,怎会被一群废物按住 实在没力气了 总之,以后不要再让人按住了 好了,我们回去吧 谁让你们走的 老莫,误会 你大人大量多多包涵 对,大人不及小人过 我这里没有小人 只有自己人和敌人 莫先生,这夜十三伤了正经轻 还捅了人,你不能把他带走 没错,老莫,我不知道夜十三是你什么人 但他大庭广众商人,还费了我侄子两只手 这是的的确确的犯罪 你也算夜堂的元老了 应该知道,法律至上 你这样庇护罪犯,对你不好,对夜堂也不好 是啊,夜十三可是犯罪了 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就是,夜十三得罪了正家 你说带走就带走 当我们正家好欺负吗 小子,你伤害了我哥 天王老子都保不住你 刚才那一枪只是利息 我会慢慢玩死你的 呦哼 本来想要给正家留一点面子 让你们不至于丢人现眼 结果你们却跟我讲起法律 讲起公道 行,我给你们讲法律 我给你们讲公道 10月2日,郑俊清跟夜十三拍卖会上冲突 事后,郑俊清通过灵千水 缩使青狼服杀夜十三 10月5日,郑俊清指示 灵千水派出酒井穴子 潜入飞龙别墅 暗杀夜十三 10月14日,也就是今天 郑俊清让公本三郎毒杀夜十三 据查,灵千水是血一门 安插在南陵的一枚棋子 多次违禁运输西药和收集古秘方给杨国 据查,郑俊清从灵千水身上 收取18次利益 金额超过100亿 上周更是担任血一门及先锋 竟派云顶山 据查,郑俊清还意图联手公本三郎 在龙都设立一关 老莫对不起,是我多嘴了 你把夜十三带走吧 郑俊清和灵千水对夜十三袭杀这么多次 他今晚过来讨回回他 难道不应该了 你不止一次想要人家死 人家费你两只手有问题吗 夜十三所为,虽然过激 但都是被逼的 你们对不着 还要抓人,真把自己当成天王老子 好了,老莫,事情到此结束吧 现在晚了,你们要依法拜市 那今天就依法拜市 夜堂有理由怀疑 郑俊清勾结外地,祸害神州利 夜堂将要逮捕他深入调查 正四月持枪当中 打伤执行任务的夜堂人员 我有理由怀疑他对夜堂饱含敌意 夜堂在地,不能流血又流泪 夜堂的人?哪个是夜堂的人? 难道是夜十三? 没错 这不可能,他就一个赤脚医生 怎么可能是夜堂子弟?你有什么证明? 这是夜堂的机密,你可以控诉 来着,拿下 莫千雄,你这样做,想过后果吗? 哼,带走 四叔,现在怎么办呢? 就这样,任由他们胡作非为 而且郡俊从小养尊处优 食指不碰羊春水 现在还双手受伤 被抓进去怕会受苦啊 如果能解决,我早就解决了 都是你们这些废物 守不住难民的战果 还搞出这么一个火端 更是让人揪住一堆把柄 郑先生,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个人 由他出面,夜堂应该会给点面子 是谁? 宋家,宋万三 他给夜堂捐了不少钱 海的莫千雄有点交情 我们跟宋家闹得有点僵 现在找他们帮忙 宋万三会不会不买仗? 不管他什么态度 只要有希望,总是要试一试的 郑先生,不好意思 刚睡下,有失远淫 恕罪,恕罪 宋老客气了 大家都是朋友 不用这么见外 我今晚过来 有两件事情 一是为郑俊卿以前的趁火打劫道歉 改天,我会让他亲自上门道歉 小事,小事 养猪场的三个亿 我早忘了 过去了,咱不提了 宋老,我是说 郑俊卿逼宋红颜一事 我很抱歉 抱歉啥呀 不就是一间黄亭酒店吗 只要不省害你我的关系 你拿走了,就拿走 没关系的 郑先生,不好意思 爷爷白发人送黑发人 心智受到冲击 耳朵也不太好使 我来跟他说一说 爷爷,不是养猪场的事 哦,原来如此 对不起,刚才听错了 一婚一事 以后不要再提了 免得上了两家的合计 谢谢宋老 今晚还有一事 希望宋老出面给墨千雄打个招呼 他把我侄子和侄女扣住了 宋老,这件事 你一定要帮帮我 什么 你要把龙度的八号地皮让给我 这样不合适吧 你的身体还真是不同于常人 如果普通人中枪受伤 没有十天半月结不了吧 你一夜就好了 太神奇了 只能说医生的手术做得好 对了墨书 昨晚要谢谢你了 这是什么话 要说谢谢 也该是我们对你说谢谢才对 如非你及时告诉我们天狼的机密 我们就不会知道 有人在暗中出卖着夜堂 而且李大勇跟血一门油染 可以帮我们解释以前好几起无头公案 你对夜堂立了打工意见 墨书,我能知道永书一些事情吗 他当年究竟犯了什么错 穷困潦倒那么多年 李大勇是夜堂散立 二十多年前 护送夜夫人和夜公子回神州祭祀 结果半路遭受到一伙敌人袭击 蒙面人身手不凡 还早有准备 所以那一战格外惨烈 夜夫人担心刚满月的儿子受到伤害 于是就让负伤的李大勇 带着他先走 而他则带着护卫 继续阻挡敌人 于是李大勇就带着孩子离开现场 跑到华海郊区时 他实在撑不住了 而且他觉得到了城市就安全多了 他便找了一个角落休息 准备睡一会再联系夜夫人 结果他太累了 还流了不少血 一睡就睡了一天 等他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夜公子已经丢了 什么丢了 没错丢了 估计是被人抱走了 李大勇当时就下风了 就地找了一天一夜 但都没有夜公子的下落 这时夜夫人虽然被援兵救下 但也受伤昏迷 夜门主联系李大勇 派人去接他和孩子 李大勇便乱了分子 出于愧疚 没有告知实情 就跑去孤儿院偷了一个孩子替代 他带着孩子回去 因为刚满月的孩子 样子还没长开 加上门主比较少亲戚孩子 所以他没发现夜 两个星期后 夜夫人醒来 把孩子抱过去安抚 他才说出孩子不是他的 李大勇只能把实情说出来 夜门主虽然暴怒 但也知道李大勇当时太累了 所以并没有用门规惩罚的 也没有急掉他的身份 只是让他滚回华海好好反省 这么说夜堂的门主还可以啊 换成其他人这样丢了孩子 早动手掐死李大勇了 只是这一反省就是二十几年 李大勇在自责和烦躁中消极度日 日子也在自暴自弃中越发艰难 如非由你养父夜无久的阶级和宽慰 他估计早就自杀了 后来血一门不知从哪里得知他的身份 就威逼利诱把他拉下水 不得不说杨国人做事真的有手段 这样一颗痕子 硬是被他们重新激活 血一门让李大勇向夜堂汇报 他找到机会打入血一门了 询问是否需要他执行任务 因此经过几个夜堂员老协商 最终决定启用李大勇这颗废子 让他潜入血一门探听消息 这是谁都没想到 这正是血一门设的局 他们也借机通过李大勇来刺探夜堂的动作 嗯 这是双面间谍的节奏 可惜永舒适站在血一门的阵营 这些年 夜堂从李大勇身上获取了不少的讯息 不仅阻拦了血一门几次偷秘谋 还戳破他们渗透神州的阴谋 夜堂还拿下几个被血一门收买的医药包馆 李大勇可为立功连连 而这期间 夜堂早年埋进阳国各方的棋子 一个个身份暴露 遭受到杀害 还有好几次任务 夜堂潜入阳国 追杀几个携带机密叛徒的大人物 结果被阳国官方引入陷阱 包围歼灭 当时我们并没想到 立功不小的李大勇身上 只是认为 阳国人碰巧知道消息 设下埋伏 现在回头一分信 根源就是出在李大勇身上 那些都是好兄弟 薛一门不简单 为了给李大勇立功 竟然能毫不犹豫牺牲一部分人 来换取夜堂 对李大勇的信任 是啊 夜老弟 我们堵住灵牵水了 你看看怎么处理他 要不要万箭齐发 不用 等我过来 我跟他聊几句 夜十三 开除你的价钱 让我离开这里 让我活下去的价钱 天狼会已经被我灭了 郑俊卿也要脱层皮 你现在已是孤家寡人 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有活命的价钱吗 这个不需要你担心 你只要开出条件就行 我知道 我袭击你那么多次 还差点把你炸死 你心里对我恨之入骨 可是一刀宰掉我 只能让你出一口恶气 并不能弥补过去 也无法让你获得利益 你还不如给我一条生路 换取能带给你好处的东西 我不需要好处 我只想看着你死 我的死 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 不杀了你 谁也不知道 你将来会不会继续对付我 上面还有三十亿 你一定拿走 这些东西送不送给我 你都带不走 所以一点意义都没有 行 我告诉你 我除了跟血衣门 有密切关系外 我还是公本老先生的义女 你杀了我 不仅血衣门会找你算账 我义父也会不惜代价报复你 我不是宰了一个小的吗 不在乎再宰一个老公本 放肆 我义父是公本五脏 你动我 我怕他们追究你吗 我就怕你们不来追究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你义父来 我一样砍了 三番五次袭击我 还拿唐琪切来要挟我 你觉得我会留你吗 我义父要跟你说话 电话那头的小子 你给我听好了 我是公本五脏 林千水是我的义女 我对她很喜欢 你胆敢伤害她 我公本五脏 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失去的 就给我乖乖放了她 再给她佩礼道歉 否则 虽怨逼诛 公本五脏 是个什么玩意 混账东西 老夫是杨国十大金生之一 你敢羞辱我 是不是活你了 马上放了林千水 不然老夫一定去神州 看见你的脑袋 我在南陵等你 混蛋 也是在你挡着 一周之内 老夫定去你性命 情况怎样 伤势好点没有 好了 事情都解决了 你也真是的 为了不牵扯到别人 一个人闯去黄亭酒店 你就不为我想想 如果你死了 我怎么办 唐若雪怎么办 我这不没事吗 对了 你怎么有空过来了 郑乾坤昨晚找上外公 希望他跟莫叔叔求情 放出郑俊青和郑思悦 我外公装疯卖傻 开了三个条件 三个一现金 黄亭酒店 还有龙兜价值八十亿的八号地皮 郑乾坤一口就答应了 不过我外公没有马上回复 让我过来 问一问你的意见 如果你给郑俊青一条生路 他就找莫叔叔说情 如果你要死磕到底 他就当作郑乾坤没有来过 郑俊青兄妹能否出来 由你全权决定 放了吧 莫叔抓人只不过是给对方警告 并没有打算把郑俊青兄妹 往死里整 而且郑俊青的林千水 虽然交好 但还没发展到 联通外国的地步 叶唐想要借题发挥也难 就算没有你外公出面 郑家也迟早能把人捞出来 反正靠不住郑俊青和郑思悦 还不如让你外公赚点外快 捞个人情 行 我待会就给外公打电话 让他给莫叔叔打个招呼 把郑俊青兄妹放了 十三 家里来客人了 怎么不请去大厅座 哎呀 原来是宋总 好久不见啊 呀 十三前妻 哦 不 唐总 是你啊 好久不见 十三 你前妻来了 要好好招待 我先去办正事了 记住哦 前妻也是贵客 要好好招待哦 呀 复婚 马上复婚 十三不好了 妈 发生什么事了 大勇死了 我跟你爹知道后 就坐高铁过来南陵 准备明天送他一程 结果在高铁站等车时 不小心碰倒了一个人的背包 背包落地 里面的东西摔碎了 对方打开 是一尊玉观音 他要我们赔偿三十万 行 我知道了 你们在那里等着 我马上过来 我跟你爸刚刚下火车时 不小心碰倒了一个人的背包 背包落地 里面的东西摔碎了 是一尊玉观音 他要我们赔偿三十万 嗯 妈 你先别激动 这是我来处理就行 你快跟你爸说说 不要那么倔 碰坏人家的东西赔偿就是了 哼 连你也不相信我 我再说一次 我只是跟他擦肩而过 就碰了背包的一个脚 但真没有用力 他完全是自己掉下来的 好了 爸妈 你们不用吵 哼 你来得正好 你爸妈弄碎了我的玉观音 现在不肯赔偿 你赶紧劝劝他们拿钱 不然我一个电话打出去 警方就会把你们抓走 我也不讹人 玉观音我买的时候花了三十万 你们就赔我三十万 放心 要是我爸弄坏的 我一定赔偿 但如果跟他无关 你也别想扼走一分钱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鹅 下午我才在这里买的 一个小时不到就碎了 不是被你爹打碎的 难道是我脑子进水 自己把它捶碎了 哼 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问问玉琪行的小姑娘 看看我是不是在这里买的 还有这几个客人 他们也都见到我买玉观音了 一想耍赖就直说 别往我头上扣帽子 总之 你们今天 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这三十万我给了 你们不用争吵了 那男的不是我们玉琪店的老板吗 是啊 可是那个女人是谁 出手好扩气啊 这两人是我以前的街坊 这三十万我给了 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叶大哥 沈大姐 这玉石的确是这个大姐在这里买的 我下午亲眼看到她掏钱 你们不小心碰碎了 有钱就赔偿 可是你们没钱 现在还这样理直气壮耍赖 妹子 这玉石真不是我碰的 你不能给她钱啊 哼 三十万对你们来说很多 但对我只是小菜一碟 这也算是我替李大勇招待你们了 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还有你夜十三 让你脚踏实地 工作就是不听 老是想搞歪门斜到攀高知 现在怎么样 三十万都拿不出来 记住凡事还是要靠自己 我不会像你永叔一样照顾你 你自己不争气 就等着滚出南陵回去卖凉茶吧 哼 对了夜十三 明天早上九点 带你爹妈到西湖一品区喝茶 到时有一份放弃说明 要你签订一下 叶大哥 沈大姐 你们来了 妹子 今天不去殖仪馆吗 大勇不是今天走吗 凌晨五点我就让人把他烧了 赶在天亮前送走他 这样今天才是一个新开始 可是大家还没看大勇最后一眼呢 你怎么这么快把他送走了呀 人都死了 有什么好看的 我一直都没想过给大勇弄追到会 事情多 还哭哭啼啼 浪费时间和情绪 再说了 不赶紧送走他 默默总是伤心 所以我快刀斩乱麻 早早烧了 不给我们自己添堵 也不给大家找麻烦 这么急着送走勇说 你是想早点开始新生活吧 这个大老板 柳怡难道不介绍介绍吗 这是大勇的朋友 龙大祥 龙凤玉气行老板 南陵玉石协会副会长 也是五盟王会长和宋万三先生的故交 大勇的很多生意就是他亲线做成 这次李嘉遭受变故 也是他一直帮着我们处理 他还是中海小神医 不仅给默默打赏了两千多万 还给默默带来了公司的包装合同 这不就是我送给李默默的合同吗 没想到这礼物会被洪大祥拿去 还成为了他的一件功劳 默默还不谢谢干爹帮忙 举手之劳 默默不用记在心上 两千万 还有这个合同 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洪董 你真是那个中海小神医 还有合同确定是你弄的吗 说不定真是我呢 你个吃软饭的 说话也不怕傻了舌头 三十万你都拿不出来 还能拿出两千万 真是可笑 行了我也不跟你们废话了 我今天叫你们来 一共四件事 第一 谢谢你们来给李大勇送行 作为家属 我很是感激 妹子 这是我们应该的 第二件事 大勇以前跟叶大哥说过的婚约 我想要跟你们二老当面说清楚 那就是他当年的罪话 希望你们不要放在心上 简单一点 叶十三以后不要再缠着默默了 不要赖蛤蟆想吃天鹅肉 十三跟默默那点关系 你们确定要撇清 不后悔吗 后悔 我们有啥好后悔的 你们卖糖水跑货船 叶十三一个吃软饭的 彻底解除婚约 我们笑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后悔 默默 你小时候跟十三玩的挺好的 你确定现在要跟十三撇清关系吗 叶伯伯 我跟十三真的不合适 以前是我爹逼着我跟十三交往 而且小时候的事都过去了 咱们都不要再提了 行 那个婚约虽然当时开玩笑 不过你们这么在意 我也替十三做主了 婚约取消 我们双方再无纠葛 好 痛快 叶大哥这么识趣 我很欣赏 以后如果不想跑船了 想要找其他工作可以找我 我在中海有朋友 可以帮忙 谢谢 我们卖粮茶可好 哼 真是不实抬举 第三件事 就是你被王宗元开除了 以后不要再去如意集团上班了 要找工作 需要靠自己的实力 我和默默都不会再帮你了 你也不要跑回如意集团死缠烂打 以前有你永书在 王宗元会给他面子 现在他人走了 王宗元就不会惯着你了 嗯 这王宗元还真有意思 本来不想搭理这个小人 现在看来 不得不把他从如意集团踢出去了 一次件事 是你永书生前立过遗嘱 给你也留了一份资产 这笔钱 是你将来结婚时的贺礼 但我们觉得你拿走不合适 毕竟你不是我们家的人 而且你爹刚才已经说了 你和默默解除婚约了 所以这钱 我们希望你放弃 签了他吧 对 赶紧签了他 待会喝完茶 我们还要去如意酒店 参加南丁五盟的酒会呢 这份放弃声明 不签 只是在我签之前 我要告诉柳依你 一旦我签了 等于我跟李家再无关系 永书为你们积攒多年的情分 也就烟消云散了 赶紧签吧 我们家的钱 你就别定警 而且我刚才已经说了 咱们两家最好没关系 你不知道 我做梦都害怕你们缠上我们 你们连进入这里 都要我跟服务员打招呼 而我们今晚就要参加 顶级的五盟酒会 这么大的差距 你有脸说情分 好像你比我们有钱 能帮我们是的 哼 那我就成全你们 十三哥 接到你的指令 我就派人一直盯着这个女人 他叫孙敬娇 他这二十几个小时 先后三次出现在玉器行 购买了三次御观音 还接连三次被人碰碎 价格也是按照发票 从五万到五十万部的 受害人全都做了赔偿 正如你所猜测 他是专业的碰子 哼 龙宗玉器行跟你们也是一伙的吗 哼 你绑架我们 这是犯法的 少废话 快说 我是斯文人 不喜欢杀人放火 但我这些兄弟脾气不太好 他们动起手脚 没清没中 你们不老实一点 万一他们送你们回去 时不小心掉入江里 那就不好了 我说 我说 我们都是红大祥豢养的人 为了利益最大化 他利用玉石协会 副会长身份的便利 自处搜集或者运输 意外破损的玉石 然后虚构买卖交易 开出发票 让我们背着破碎玉石找人碰瓷 有玉石这个物证 加上电人人证 还有采购发票 被我们盯上的目标 基本只能自认倒霉了 柳月灵也是你们一伙的吗 这倒不是 还真是好算奖 你们这样害人 就没有人控告 没有警方调查吗 当然有 可那又怎么样 我们老板红大祥 是玉石协会的副会长 人脉通天 跟一堆大佬称兄道弟 别说只是几十万的纠纷 就是闹出人命 他打个电话也能解决 而且我听说 他背后还有大人物 他和汪家那个什么肖若兵很要好的 嗯 肖若兵 想不到这个老朋友还这么活跃 大兄弟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我们也就是赚点辛苦钱 一票赚一千 我上有老下有小 你放过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昨天的三十万 我私人赔偿给你们 嗯 你们赚点辛苦钱 可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得倾家荡产 妻离子三 好好配合 我会让你少坐几年了 十三 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嗯 我是过来凑热闹的 哼 这是你能凑热闹的地方吗 先不说你没有资格参加这么高级的酒会 就是你能来这里看一看 我也劝告你最好马上滚蛋 王宗元正在找人对付你 因为你说他有血光之灾的那一板 他被人痛打了一顿 他认定是你在搞鬼 你最好小心点 还有你默默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谁让你把叶十三叫过来的 这里是男领五盟的顶级酒会 没有一定身份 是不能进去的 我们能够进来 还是托你干爹的福 你现在把他叫来 是想要丢你干爹的脸吗 嗯 妈 叶十三不是我叫来的 嗯 你没叫他 那就是你偷偷跟着默默过来的 你这人怎么这样 死缠烂打有意思吗 早上不是说清楚了吗 你跟默默再无关系 你爹也答应婚约解除了 你怎么还黏着我们母女 赶紧走 不要给我和默默 还有红大哥带来麻烦 叶十三 要不你还是走吧 这里确实不适合你 哈 阿姨 我今天不是来找你 也不是来找默默 我也是来参加酒会的 呦呦 你也配参加五盟的酒会 你一个吃软饭的 连工作都没有的人 拿什么参加 再说了你什么底细 我们还不清楚吗 你就不要装枪做事丢人现眼了 你现在如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 你连外院都待不了三分钟 保安分分钟就把你丢出去 叶十三 你还是赶紧走吧 不然被保安或者王宗元看到 你会很惨的 哼 默默 走 离这小子远点 免得丢我们的脸 我看我们不庇护他 他在这里能装多久 你就是叶十三 哼 小子 你那晚找人把我打得逃破血流 我正四处找你呢 没想到你主动送上门来了 今天我要连本呆地讨回来 这是男龄五盟第一战奖狂兄的弟弟陈飞郎 你还不跪下来问好 哼 给我把路让开 小子 确实够狂啊 跟我兄弟抢女人 还敢打伤我兄弟 现在更是跟我叫板 今天是好日子 我不想见血 你站在这里 让我兄弟打脸 他打舒服了 出了心里的恶气 然后你自断一只手 事情就一笔勾销 如果你不赏脸的话 那就不是一只手了 而是两只手两只脚 哼 再不让开 你们就要倒霉了 哼 你再说一遍 再不滚 你今天要倒大霉 凭什么 凭他是我大哥 够不够 怎么是沈东兴 这可是前任会长的儿子 也是男龄第一恶少 欺男霸女 杀人放火 实打实的九十恶人 无数人头疼的滚刀肉 陈飞郎虽然也是一个混蛋 但比起沈东兴 还是逊色一筹 沈东兴 你干什么 你要为这小子 跟我翻脸吗 翻脸翻不起吗 沈东兴 你别欺人太甚 我让着你 不代表我怕你了 为了一个外人 给我翻脸 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 外人 我告诉你得罪十三哥 就是得罪我沈东兴 也是得罪沈家 只要十三哥需要 我可以一枪崩的你 就是我爹活着站在这里 他也会这样做 倒是你也敢张牙舞爪 得罪十三哥 若是被你割狂凶指导 估计你的双腿已经被打断了 沈东兴为了夜十三 竟然这样不管不顾 这说明夜十三非比寻常 难道今天真踢到铁板了 陈少 这小子就是一个吃脚医生 还做过我的业务员 真没啥背景 这个我可以证明 夜十三家里就是卖凉茶跑货船的 实打实的穷小子 沈东兴会这样顾着他 肯定有什么没调查到的 今天我认栽 我们走 站住 谁跟你说事情完了 我认栽了 你还要干什么 你的脸我就不想打了 只是你要断我一手 这是还没完 如果我没有两下子 或者不是沈东兴出现 我现在只怕脸都被你们打肿了 手也断了 我这人牙子必爆 有些事情虽然没有发生 但我心里已经有了阴影 所以今天不打断你一只手 事情完不了 夜十三 你别顾着好歹了 陈少是看在沈少的面子上 才不跟你计较的 你赶紧见好就收 道个歉 免得陈少生气 让我道歉 刘月灵你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我劝告你 还是赶紧道歉吧 不要借着沈少胡假虎威 沈少能护住你一时 护不住你一世 你什么底细 什么背景 心里没点数吗 你还没资格教训我 你再这样 我就不管你了 一人断一只手 不然事情完不了 夜十三 你别猖狂 如果没有沈东兴 我一个手就能捏死你 陈少真是年少有为啊 连我猪劲儿的朋友 都想捏死了 猪小姐好 猪小姐 十三先生 这些小角色 你就别浪费时间了 黄熊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毕竟宴会还没开始 现在间歇很不吉利 我们进去吧 父亲他们也快到了 猪劲儿可是猪长生的女儿 别说我哥黄熊了 就是王东山都要理量三分 这样的女人 竟然对夜十三毕恭毕敬 这下我要完蛋了 吃软饭的 就是吃软饭的 再怎么被猪劲儿吹捧 也无法改变小市民的心态 软饭往小垃圾 他凭什么赢取猪劲儿的青睐 好手好脚的 竟然真吃这个女人的软饭 夜十三 默默找我有事 你让我很失望 你好像从没对我有过希望 你好手好脚的 怎么能吃老女人的软饭 吃软饭 这就是你对我的判断吗 难道不是吗 你如果不是抱猪劲儿的大腿 你拿什么让苏如画签约 拿什么让江横渡还债 又拿什么跟沈少称兄道弟 你真觉得 我们会以为你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资本 住进价值十个亿以上的飞龙别墅吗 别开玩笑了 如果不是猪劲儿 别说飞龙别墅了 就连招待所你都住不起 而且今天如果不是猪劲儿出面 你觉得你能从陈少手里求得活路吗 默默啊默默 你的目光实在太短浅了 连勇叔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可悲啊 哼可悲的是你 夜十三我知道你来到南陵之后 看到我这么光鲜这么优秀 心里不平衡 而你家境贫困 父母没出息 你找不到好工作 能够上几天班 也是靠我安排 而我比你小两岁 却一毕业就坐到了如意集团主管的位置 还拿到大公司的签约 成为年入千万的网红 你跟我还有锅娃娃亲 这样一对比 你心里难免有落差 可你心里再怎么不平衡 你也不能去做猪劲的小白脸啊 你现在看似风光 实质是水中花 等他完腻了你之后 你就等着被一脚踹开吧 夜十三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你好手好脚的 怎么能吃老女人的软饭啊 嗯 吃软饭 这就是你对我的判断吗 哼 夜十三 默默说的话虽然刺耳 但全是忠言 你吃软饭 真给你爹妈丢脸啊 哼 放心 今天谁丢脸 我都不会丢脸 别说这种大话了 都是年轻人 你比不上默默 更比不上今晚的会长 听说南陵会长也是你这个年纪 但人家却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把一盘散沙的南陵重新整合起来 人家还得到了九千岁的赞许 可谓是人中之龙 你比起人家来 一个指头都不如 听我哥说 新会长不仅手段过人 还武功惊人 一只手就压制了王会长 何止啊 他人脉也相当广 你们没看到 将是朱家宋家 乃至夜堂的人都来捧场了吗 是啊 连夜堂都这么敬重他 这新会长不得了啊 很快就能见到新会长了 我一定要好好看看 这个人中之龙长什么样子 开始了开始了 感谢各位来宾 今晚是一个好日子 不过我知道 比起我的废话 大家更想早点看到夜会长的真容 现在有请夜会长上台讲两句 夜十三 你干什么去 大家这么想要见我 我总要露个脸吧 人家要见夜会长 你上去干什么 你以为你是夜会长了 没错 我就是你们期待见到的夜会长 你一个业务员 是什么夜会长啊 傻叉快回来吧 不然小心被我哥当场打死 我呢 这种场合也是你能乱来的吗 夜十三 赶紧给我滚蛋 不要害了我们 大家晚上好 见过夜会长 这怎么可能 夜十三 夜会长 岂不是说 他是如意集团实际掌控人 这下我要完蛋了 这怎么可能 夜十三不是吃软饭的吗 不是靠着朱静儿作威作福吗 怎么可能是夜会长 这个会长怕是朱静儿出了不少力 默默没事的 虽然夜十三比咱们想象中有出息 但这会长看似万众瞩目 实则凶险无比 保不住哪天就被人砍死了 你看看 前任会长沈千山 几个月前还在叱咤风云 现在坟头草都长一米高了 而且你别忘记了 你现在是大公司重点培养的网红 顶多三年 你就可能变成一线明星 你这个会长强多了 趁着夜十三正在招待客人 我先给兄弟们推荐个好玩的 如果你单身 又喜欢玩 试试左下角这个 带你体验日式女友的风情 韩式女友的魅力 东方女友的含蓄 西方女友的热情 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 百款女友任你挑 左下角入口现实开放 赶紧点击试试吧 默默你别想太多 你的高度一定比夜十三要高 我将会动用一切关系和人脉 联手大公司 把你打造成最红女星 最多三年 你也会有这种耀眼的时刻 哼夜十三 你等着 我迟早会追上你的 我永远是你不能拥有的女人 老板不好了 第七行被警方查封了 什么 谁给他们的胆子 不知道那是我的产业吗 是朱先生亲自下令查封的 哎呀呀呀 红大哥 怎么了 哼 他被捕了 红大祥 你涉嫌诈骗 祸害了不少人 你是时候进去了 夜十三 你小人得志 我们不就是以前瞧不起你吗 你至于这样打击报复 红大哥吗 他还不够资格让我去打击报复 昨天碰瓷我爸妈的孙凤娇已经招供 他们是红大祥坏养的棋子 专门碰瓷 龙凤玉器行也搜出大量虚假发票 还有破碎玉石的来往账本 人证物证俱在 红大祥犯罪属实 没有人冤枉他 哼 夜会长首可通天 欲加之罪和话无词 是不是冤枉你 到了警署就知道了 对了柳姨 李莫莫的公司合同 是我前些日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那时候他没有在意 随手扔在一旁就没管了 你们如果不喜欢 我就收回吧 什么 是你的礼物 怎么可能 这明明是红大哥送的呀 李莫莫小姐 不好意思 我是云音公司总经理七曼青 我代表公司跟你解除合约 从现在起 你跟云音公司再无半点关系 一百万赔偿金五分钟内打给你 什么 你们要解约 为什么 你们不是很看好我吗 不是要花一个亿打造我吗 你们不要忘了 我可是有中海小神医捧场的人 解约我 你们将会是重大的损失 莫莫 怎么了 云音公司要跟我解约了 怎么会这样 好端端的怎么会解约 不过不用他 你干啄跟云音公司熟 他肯定能解决的 你赶紧打电话给云音公司 问问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 这个不好办 叶十三 这合约真是你给我的 不仅是合同 我还是这个呢 什么 你是中海小神医 怎么会这样 我一直心心念念的人竟然是你 叶十三 我知道你是叶会长 能耐惊人 在南陵可以横着走 但不代表我红大祥 就软弱可击 我背后也有人 你这样封我店铺 我告诉你 后果很严重的 我现在就跟我主子说一声 你就等着承受他的怒火了 红大祥 打电话什么事 萧小姐 龙凤玉气行被封了 他们现在还要抓我 对方现在点名 要跟我对着干 什么 哪个王八蛋这么嚣张 不知道你是我萧若冰的人吗 不知道 我们背后有汪绍吗 告诉他 不想找死的 就有多远滚多远 别让汪绍生气 萧若冰 红大祥既然是你的人 那再好不过了 他碰死我爹妈 你给我一个交代吧 萧若冰 怎么不说话了 你要装死吗 叶十三 你怎么跟萧小姐说话的 闭嘴 叶少是你这废物能叫萧的吗 叶少 从现在起 红大祥跟龙凤玉气行 跟我和汪绍再没有半点关系 你该抓的抓 该杀的杀 我们绝无怨言 还有令尊令堂的损失 改天我亲自上门赔偿 什么 拿下 把人带给朱先生 刘一 默默 江湖路远 两家的情分 就此别过吧 叶十三 你给我滚出来 何妨萧小来这里捣乱 不想活了吗 我是叶十三 你们是什么人 哼 我叫千叶杰一 这是我师兄高桥光雄 我们是公本五藏的弟子 你杀了我们师妹灵千水 我们今天来找你要个说法 哼 什么说法 一条狗而已 杀了就杀了 要什么说法 道是你们擅闯酒会 打伤我的子弟 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问我们要交代 你以为你是谁呀 叶十三 趁我没有发火之前 你现在自断双手 然后跟我们回去见师傅 等候他的发落 这样我们可以饶你不死 不然我们今晚就要血洗男领五盟 再打断你的四肢 拖回去给师妹祭祀 呸 真是个白痴 执迷不悟 那你就去死吧 无耻小人 你敢偷袭我 你有资格让我偷袭吗 你是黄境圆满高手 这怎么可能 倒是小看你了 怪不得灵千水师妹会折在这里 不过那又怎样 管你是不是黄境圆满 遇上我高校光雄 你今天只有死路一条 因为我刚刚进入玄境 比你高一个档次 今晚就让我砍下你们全部人的脑袋吧 师兄 你带了血隐狂刀 血隐狂刀不仅消体无泥 还浸泡过无数心血 能够影响对手的精气神 堪称我们的镇门之宝 你们要完了 血隐狂刀不饮心血是不还 叶会长 这刀有点邪门 要小心 小事情 年轻人 我今晚要让你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我曾凭死刀 一刀斩杀过十八人 今日就拿你再次击刀 就你这种能耐 如非凭借血隐狂刀 我一只手指头就能戳死你 小子 你居然敢打我 我就打你了 怎么的 你不服 我给你一个翻盘的机会 我告诉你 老子不是好欺负的 你让我很失望啊 小子 别说风凉话了 今天我记不住人 我认灾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只是我告诉你 我死了 我师父和师兄 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不管是在场的人 还是你 会全都死在我师父手里 我平生最不怕的 就是别人威胁 你四肢的筋脉 已被我断了 一辈子都站不起来 更不要说猎武了 你放心 我不杀你 但不是我不敢杀你 而是今天这大好的日子 死人不吉利 来人 把他也废了 住手 我们今晚过来 其实是替师父下战书的 两军交战 不斩来使 战书 没错 一个星期后 南陵梧桐山顶 我师父想跟你对战一场 既决胜负 也决生死 战书我收了 手照样砍了 看来 林千水对他意义非凡啊 不然怎么会亲自下场开思 我还以为 公本那老家伙虚张声势 没想到 还真要跟我决战 叶会长 这战书不该接呀 公本武藏有这么可怕吗 虽然公本武藏好多年 没出过手了 现在更多是传授 剑术给徒子徒孙 成为剑圣时 他也只是玄境大成 但这么多年过去 谁也不知道 他修为到了什么地步 只是能培养出 十名玄境高手的人物 还始终没跌出 十大剑圣阵营 他的身手最差 也怕是玄境大圆满了 高不好 还可能是地境小城 进入地境 那可是武道宗师了 能够开山立派的人物 放眼整个华夏 十五亿人 除去不出事的老怪物 摆在你面上的 不到十个地境高手 武蒙三十六会长 也算一方豪雄 但没有一个进入地境 可见地境的艰难和恐怖 所以公本武藏 是我们的地盘 把战术接了 放公本上山顶后 就把刀路封了 然后山顶埋伏几百号人 几百条散弹枪 我喷不死他 就是我们人多枪多刀多 管他什么公本武藏 直接乱刀乱枪弄死就是 再粗暴一点 山顶买点炸药 十三哥连影子都不用出现 就可以把公本轰的一声炸死 行了 传令出去 这一战我接下了 十三哥 不好了 慕容三千来了 这老家伙要把我们这里拆了 慕容三千什么来头 他是五盟元老之一 也是执法堂长老 专门处置犯了家法的此地 他拿什么理由来这里撒野 你应战公本一事 走过去看看 夜十三还不跪下 让我跪下 凭什么 凭我是执法长老 执法长老 请问我犯了什么规矩 要跪下受罚 你别给我装疯卖傻 公本武藏家战书 你擅自应战 这就是错 这就是罪 你以为应战是你一个人的事吗 那你就错了 你是南陵会长 你输了这一战 你死活无所谓 但你会丢五盟的脸 会丢整个神舟的脸 倒是全世界的武道 都会讥讽我们不知天高地厚 你说该不该罚你 哼 你还不跪下认错 是要我们动手吗 先不说应战不应战是我的事 也不说比武从来都是有输有赢 只说一句 你们怎么就断定 我会输了这一战 你一个矛头小子 拿什么叫板工等亲上 你估计连我都打不赢 你敢打我 哼 我是南陵会长 你一个执法堂弟子 有什么资格跟我牛哄哄的说话 慕容长老都没开口 你一个小弟子叽叽歪歪 当他老人家是死的吗 记住了 以后要学会尊老挨幼 不然还会有人教你做人的 慕容长老 不好意思 岳祖带袍替你管教不礼貌的人 你应该不介意吧 叶十三 你太放肆了 执法堂子弟你都敢打 眼里还有没有我 有没有武盟 你眼瞎吗 看不到他冒犯我吗 以下犯上 这在武盟是大计 你连这个都管不好 要拿什么来管我 管南陵武盟 执法堂 最重要的基石 就是公平 如果不公平 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叶十三 你要反了吗 你要挑战武盟的尊严 挑战执法堂的权威吗 我没想挑战你们 只是我不接受你们的罪名 如果我欺男霸女 滥杀无辜 你们要我跪下惩罚 那我心甘情愿 但梧桐山一战 我叶十三无措 如果你们担心 我输了会给武盟丢脸 那你可以向九千岁控告 把我提出武盟 但在这之前 你们谁也阻止不了我这一战 更不要想着 拿着罪名惩罚我 还有 薛如意他们的鞭打 慕容长老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叶十三 老夫看过不少狂妄的人 但从来没见过你这样 不知死活的 老夫带队来惩罚你们 你反倒要我给一个交代 我告诉你 别说只是鞭打他们三十 就是活活把他们打死 老夫也不用给谁交代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跪下授罚 然后随我去龙斗请罪 不然老夫今天废了你 叶会长 不好了 公本来截人了 叶十三 你看你干的好事 连我都不敢招惹公本 你去再三作队 你等着死吧 叶十三 我警告过你 乖乖放了零千水 你却不听 你不是说七千后决战吗 怎么转眼就袭击我们 你这个样子 以后怕是没有人相信你的宣战了 老夫一声行事 何须向世人解释 叶十三 今天我就不杀你了 因为现在杀死你没有意义 我要一个星期后 在梧桐山上 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你毁灭 我们走 师傅 你刚才干嘛不把他们全杀了 树子 我告诉你 你杀我侄子 今天我不管你死不死 我都要把你做 杨徽 就怕你没这个机会 待会决斗完 我会让你跟慕容飞熊团聚的 小子 够猖狂 我就让你多活一个小时 我要看看公本先生 怎么把你弄死 叶十三 看到没有 这是我给你买的棺带 你杀我侄子 我藏你全家 凭你这句话 我杀定你了 混账东西 我命运你 马上给慕容长老道歉 人家带棺材 抓我 还要我道歉 你是不是脑子有命 这一战你输定了 慕容长老带棺材给你 也是避免你暴施荒娇野外 他是为你好 你一个小会长 还敢跟健身决战 一个星期前 被公本先生 教训的还不够吗 我的事不需要你查 叶十三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 管你什么人 没道理 我就不会通通 还有我送你一个字 我恩 好啊 你的小会长也敢叫板我了 行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有多少精力 公本小老二 出手吧 拔的 叶十三 你依照步法躲闪算什么事 这是决战 生死决战 你躲着有意义吗 我现在命令你 不准再用这种步法躲闪 马上面对面 跟公本先生打一场 躲闪难道不是实力吗 子弹打不去 你不躲 用嘴吹他吗 混账东西 怎么说话 子弹是子弹 决战是决战 决战就该硬碰你 我再说一次 我不允许你再躲闪 不然我宣告这一战 你输了 还会让大家一起讨伐你 好 我给你面子 这一次不躲闪了 下来 你说了 如果能死在无途山 这么漂亮的地方 也是你的荣幸 为什么 一个星期前 你还不堪一击 怎么现在比我还强大 这要感谢你啊 蓝莲黄一战 你打扫了吗 他也把我的助手突破 果然 你果然突破了境界 这个年纪 成为地境 凤毛麟角 你很强 只是也不对 你就算突破到地境 根基未稳 按道理说 也不该是我的对手 我可是地境小城啊 不好意思 我连破两关 我现在是地境大城 当然 这地境大城跟基未稳 要从轻易碾压直不过 虽然平手都不能有验处 毕竟你实战经验太丰富 我称死只能说 跟你有一段的能力 可你一出手 我就知道你上次一战受了伤 虽然对身体不会致命 但九扎会让你力量 和速度下降 所以我隐藏实力 不断躲你耗到你精力 然后再出气 不以全力 事实果然如我所调 你躺不过我的 微情一击 你大大的狡猾 大大的无耻 这算有什么话 只是阳长臂短 要说无耻 也该说是你无耻 你闹我心 上次在零五王一战 你除了九人之外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沙漏 只是发现我这竹骨伤太多大 我们还人都是重 你才把你暂时留我一命的拉 该死 可惜 现在要死的人是你 夜十三 你丢了住手 你太阴险 太危险 你根本就不是公勞先生的对手 你不过是依仗 邪门不拔 遇攻击 被打翁先生后 再掌心得手 如果公勞先生 刚出手势 你就应付命人 你现在才能胜利 所以这一局 算 你现在马上放空 先上 再跟他好好赔礼道歉 我可以考虑不追究你 夜十三 赶紧放任 不然后果很严重 陆小姐不是给你开玩戏 嗯 让我放 是你脑子戒水 还是我脑子戒水了 你看东宫本先生 我就不必顾你了 到时山本先生 他们要做什么 我可就不管了 你可要想清楚 山本先生 他们一旦出手 你必死无疑 哈哈哈哈 夜十三 你很强大 可惜 你姐姐杀不了我 等着 我回去好好修炼个三五年 我一定回来找你报仇了 到时 先把你身边的人 全部杀干净 我再说一次 马上放了宫本先生 好 我放人 别拧 杀了夜十三 被宫本先生报仇 愿赌不服输 你们想死是不是 夜十三 你还不顺手救情 你这样 陆小姐和五千人子 严重伤害了双方 和平共处的感情 已将为人人得而终之 今天公平一诊 谁都主宰不了我的命运 你们也速度闪开 宫本几不如人 你们就不要再救他的面 夜十三 你去死吧 夜十三 你要赶紧杀绝吗 你们还真是一群小人 公平一半 除了不认证 该脑子就成怒为公 现在更是无限我赶紧杀绝 你眼睛没瞎的话 应该能看到是千一结一 他们先出手的 是 千叶是宫本先生爱徒 你杀了宫本先生 他们师徒情深 对你动手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就能杀我了 再说了他们师徒情深 关我屁事 混账东西 你在找死 我说过 当我折死 再不给我让路 休怪我不客气 山本先生 夜十三已是强度之过了 现在强势只是装模子娘而已 我承认我受伤 可对付你们 还是绰绰有余的 你还真是幼稚 出来吧 看来你们今天 铁人心幼我死了 小红秘的话就给我跪下 不然休怪我不起 谁给你的胆子说这句话的 全部断一只手 给我滚出这 尽管你九千岁不懂反响 但是想让我断手 就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那就两只手 九千岁 我知道你的零头 也明白你的地位 但我们也不是好欺负 今天你如果失去 租动马夜十三交给我们带走 我们以后就继续叫你九千岁 如果你要多管闲事 那就休怪 我们不给你面子 告诉他 你怎么被我面子 对对不起 九千岁 我冒犯你了 请你多多包涵 我们马上滚蛋 现在迟了 九千岁 适可而止 让你说话了吗 自断两只手 我可以留你一命 回去告诉天葬他们 六个月后 武盟会长徒手胜 将携带武盟第一师者 夜十三 挑战阳国十大天交 用功话说 既决胜负 也决胜死 好的 我一定把话带到 山本更大了 但还有三千十没完 第一 冯雪武盗协会 用不冯击之后 我不想再看到陆小姐影子 但凡武小姐还留在武盗协会 忙将会与决武协 一起邀请跟合作 九千岁 你不能这样做 我没有犯错 你不能这样施压武协开除 接着一旦 虽不算是 国小斩 雄方经理分明 结果一道好 可人志气 灭四其微风 还为了讨好身份 那不一样 我们实力不如人家 当然要加着尾做人了 你眼睛瞎码 公文死了 野十三活着 究竟谁的实力不如人 先三天类滚蛋 否则全面封杀无限 第二件 慕容三千 一一群谋死 为吴国畅 纵独慕容飞雄 骑难霸语 他引起同龙子 相互残杀 今天更是武士武盟 一遍地南陵会长 为杨国人处危 最大恶计 以赵武盟夹则 当斩 不过我不会杀你 你的命运的生死 将由执法唐 新任唐主 设定在处置 太好了 执法唐主 已经有能老会成员登任 里面几个都是我的好朋友 如此一来 我就有几位火将了 第三件事 野十三者和南陵武盟入宫 还不惧 强群大将目中飞雄 今天一战 更是成了武盟的威风 从现在起 野十三不再担任 南陵会长一职 改由薛如意救人会长 黄天椒和王中山为部 野十三改任武盟第一师 执掌执法行 全是三十六首 监督三十六分会长 以后不惧 听同任何分会长 各大党主 乃至长老的命令 你只对我一个人负责 凡有顾尊者 你可先战后葬 你这个年纪 不惜代价刺杀你 就是其余国度的武盗 只怕也想要你死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让他们尽管放马过来就是 好 这脾气很合我的胃口 不过你放心 公本的死是杨国人的耻辱 所以整个杨国 会不惜代价 无暇此事 我这边也把事情 全部压了下来 我不想你出这个风道 明白 这么九死一生赢得的胜利 却要憋屈的 放弃这份风光 难道不觉得委屈吗 没什么好委屈的 我对公民没多少感觉 而且我重心 你也不在武道上 我更希望做个小医生 娶一个小娇妻 过着接地气的事情生活 打打杀杀 不是我想要的 你这想法 跟我当年差不多 可是当你坐拥义武决绝的时候 你的人生 就注定无法风平浪静 因为面对欺负 面对耻辱 面对身边人受伤害 你不可能跟以前一样 一人到底的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呀 我明白 好了 不说了 我要离开南陵了 再度行舰 又要半年了 你要出远门 去哪里 回家探望一个 沉睡多年的故人 走了 妈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没事 你都哭成这样了 还说没事 你妈是高兴 因为你太老了 终于肯让她回去了 我哪来的太老了 十三 爹妈以前不想你担忧太多 所以隐瞒了一些事情 你现在能担当了 也可以跟你讲一些了 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 为了我的成长 你们一直隐瞒身份 其实你们都是大富豪 我是一个富二代 你不是什么富二代 但你妈当年是富二代 她曾经是天成凉茶世家的小姐 但二十多年前 她父母 也就是你外公外婆遭遇车祸 你妈幸运捡回一条命 你太老了 一向重男轻女 担心你妈将来 家人带走家业 就逼迫你妈把旗下产业 全转给了家族 屋漏偏刀连业语 你妈的一个闺蜜叫贵义 她利用你妈的信赖 把沈家赖以生存的凉茶秘坊拍照 倒走了 你太老了 知道后就勃然大怒 不仅让你妈妈交出自己股份 还直接把她赶出家门 这一赶就是二十多年了 虽然你妈跟沈家断绝了关系 但她心里始终没有忘记 自己是沈家的一份子 而且她非常愧疚 自己的初心 让家族凉茶秘坊丢失 所以这些年 她一直惦记着沈家 知道她为什么要卖凉茶吗 我妈是希望改良凉茶 找出比沈家凉茶更好的配方 然后带着回去请罪 可惜我努力了二十年 始终没有弄出更好的配方 那妈刚才哭是怎么回事 你太老了九十岁了 身体也到游进灯窟的时刻 很多事情就突然看透了 她让人打来电话 说已经原谅你妈了 希望你妈有空回去看看 既然沈家肯让妈回去 妈也想回去 那就回去转一转 我们是想回去的 不过准备再等半个月 我想要再努力努力 看看能否弄出一个新配方 妈 你还是这两天就回去吧 太老了九十岁了 早见一面是一面 至于凉茶的配方 你不要担心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 不敢说天下第一 但还是能甩市面上的凉茶一条街的 十三 真的吗 你们等我一会 来试一试我熬的凉茶 功能跟市面上的大同小异 但是功效甩他们一条街 还能十分钟见效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我的牙炎的疼痛消失了 我喉咙的发炎也变好了 太好了 妈 沈家凉茶叫什么名字 阿婆凉茶 那咱们这个就叫太婆凉茶吧 好好好 我和你爹这两天就会去天城 准备下个礼拜参加 沈家三十周年点庆 你最近有没有空 如果有空的话 我想你和汐儿跟我们一起去 行 我陪你们去天城 见太老了 不过你们先过去 南陵这边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我玩两天再过去 十三哥 慕容三千的嘴太硬了 你来一趟吧 建国业势 大家都是自己人 别叫的这么生饭 而且使不使得太难听了 大家随意一点 对了 你说慕容三千什么都不肯着 都到这个地步了 他还这么玩过 十三哥 这老家伙可能知道自己无法善终 所以就眼睛一闭什么都不说 执法堂很多手段都是他弄出来的 因此对他动手还是没半点用处 十三哥 你直接处罚慕容三千就是了 干嘛还要掏他嘴里的东西 你想要从他嘴里知道什么 慕容三千做执法元老多年 以他的作风 肯定迅思枉法不少 把这些事挖出来 我一来可以杀几只激警猴 威慑五毛上下 二来可以捏住这些人的把柄 让他们不敢再造次 当然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看看慕容三千收了多少钱 会长 叶左使求你放过我 只要放过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什么都答应你 公宿秦你先等着 慕容长老 尚无好啊 哼 叶十三 别废话了 我知道你想为什么 我告诉你 别异性天台了 我就是死 也不会跟你说半句有用的东西 城王败寇 你要杀就杀 只是我要提醒你 我死了 五毛会有无数人仇视你 想杀你 嗯 我就是不杀你 只怕五毛也会有一堆人仇恨我 我这个年纪这个位置 他们福气才有鬼呢 将来肯定会有人时不时捅我刀子 知道就好 我就是知道这些 所以才过来找你的 看看你手里有没有把柄之类 让他们暂时安分一点 至少在我成长起来前 他们得夹着尾巴做人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慕容长老 你这样很不好啊 你这是逼我出绝招啊 你尽管放马过来 黄天娇 去 给公宿秦洗最舒适的走 吃最好的食物 穿最华美的衣裳 然后再把他带到这里来 如果他能挖出慕容长老的秘密 我不仅放他一马 还让他成为执法堂子弟 是 慕容长老 你一定要承住 公宿秦可是你最欣赏 最得意的子弟 你们可是知根知底的 叶十三 你不能这样 太无耻了 正如你自己说的 成王败寇 所以这个时候 说什么无耻不无耻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们等 我说 我说 还有天成五盟的会长雷千诀 当年叶唐叶夫人受伤昏迷 就是雷千诀的神机见所为 期间他也提心吊胆过 担心叶唐找上门 结果因为叶夫人丢了儿子 调查方向又在蒙面人身上 他才躲过了一劫 我知道的把柄就这么多了 真的没了 好 慕容长老带罪立功 我会从心考虑如何处置你 十三老弟 最近还好吗 长老 有心了 我还算可以 你怎样 身体还好吗 有你留下的药分 还有你的朱叶清 我不仅身体好 日子也好 今天来这个电话 有两件事情 一是祝贺你在武邦再度高盛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第二件事 就是胡扭出事了 他前几天从今外回来 结果途中 遭受神秘气体袭击 整个人陷入了婚礼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经过孙老 公孙老先生和妖狼的抢救 现在 他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他们三人无法让胡扭醒过来 放心 我会全力就回胡扭的 我今晚就飞回中海 胡扭不在中海 他在天成 肖家 天成 肖家 不错 胡扭的母亲是出门中人 也是肖家的主事人 胡扭出事他亲自照顾 毕竟是自己的女儿 照顾起来更细心 那行 我明天坐高铁过去 好 我跟肖沉宇说一声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别碰我 救命啊 救命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别碰我 救命啊 救命 落在我们手里 你就别想着离开了 乖乖就范 免得遭受皮肉之苦 把人放开 你们可以离开 小子 别多管闲事 救我 救我 妈的 救什么救 喝了我们那么多酒 玩玩你怎么了 臭小子 快滚 别让老子发火 该滚的是你们 你着死 小子 得罪我们南铃五虎 想过后果吗 就你们这样的还南铃五虎 你们是不是对虎有什么误解啊 我告诉你 我们后面有人 给我滚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 没事就好 报警或者叫家人来吧 我叫陈希墨 很感谢你救我 如不是你出现 我今晚可能会生不如死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告诉我名字 改天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我叫夜十三 感谢就算了 只是以后这么晚 你一个女孩子还是不要单独出来的好 更不要喝这么多酒 免得遇见像刚刚那些坏人 我闺蜜来接我了 十三 你要去哪里 要不要我叫闺蜜送你 不用了 希墨 这小子谁啊 雨嫣 他叫夜十三 就是他帮我赶走混混的 如果不是他 我今晚怕是要出不晓的事了 十三 这是我好朋友张雨嫣 陪我来南铃赞心的 就他这样的能赶走混混 只怕是为了接近你 自导自演的吧 你不要这样说 希墨 你不懂世道险恶 小子 我警告你 离我家希墨远一点 既然你朋友这么不欢迎我 那我就先走了 十三 这里没啥公交车站 地铁口也远 就让雨嫣送你一程吧 希墨 这个不能送 我这可是宝马车 做一个徒劳帽不合适 还是让他自己走着回去吧 怎么 说你两句不乐意了 还想打电话叫人赌我吗 你看他那手机 还是最新款苹果 估计也分了好多期吧 没有呀 这是我左下角游戏里拿的 左下角正在大力推广新版本 升升级就能领苹果14 Pro Max 和华为Mate50 Pro 你想要也可以拿 你那玩意升级肯定难 怎么会 按我方法来 先培养魔龙 左下角神龙进阶灭是魔龙 大招还能吸收战斗力 战力飙升百历 刷怪升级轻轻松松 还还我去试试 任准我左下角进链接点 立即下载进入秘境养龙4 急送绝版魔龙 自动开启满级攻速 手机不就轻松到手了吗 而且完成任务 还有限时福利8000呢 那我也得下个 我自己开车走 我们有缘再见 算你识趣 法拉力还是限量版 3000万以上啊 难道是顶级富二代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人 十三好巧啊 谢谢你昨晚救了我 这个送给你 这表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你还是拿回去吧 虽然咱们只见过两面 但我早把你当朋友了 而且你就过我 我送礼物给你 是天经地义 你给我收着 不然就是看不起我 行 那我收着 这还差不多 你也是去天城吗 没错 有个亲戚在那边 我过去转一转 那你要多留几天 我是土生土长的天城人 你走完亲戚 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带你四处逛一逛 好 再天城忙完了 我找你做导游 让西莫做导游 你也配 哼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 原本我以为你昨天 开一辆豪车是哪家的富家公子 现在看来你就是图摸不轨 居然跟踪我们 我警告你 别打我家西莫的主意 你知道西莫是什么身份吗 知道西莫家里多有钱吗 说出来吓死你 乙烟 你胡说些什么呀 是我找十三帮忙的 不是他骚扰我 再说了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再这样说他 我可就翻脸了 而且我什么身份 我家有多少钱 一点都不妨碍我跟十三交朋友 西莫 我不是要羞辱他 只是希望他不要有非分之想 尽管我对沈思成的所作所为也很愤怒 但他在渣也比这个夜十三好 怎么说 沈思成也是凉茶世家的继承人 几十亿身家不是他一个想棒大款的人能比的 哼 语焉 我真生气了 十三 对不起 语焉不是有心的 你不要计较 没事 我不会跟将死之人生气的 混蛋 你敢诅咒我 你信不信我 撕烂你这张嘴 你胸上有肿块 那是恶性肿瘤 西莫 你看看 这小子猥琐龌 还自以为是 你跟他交朋友简直是瞎了眼睛 你马上给我道歉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了 哼 道歉是不可能的了 相反你应该感谢我 不相信的话 可以找个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十三 你不爽就骂他几句好了 何必说他有恶性肿瘤 我要打死你 语焉 不要冲动 给我一点面子 这是过去了 我们回座位吧 记住 下了高铁赶紧去医院切了 不然小命不保 叶十三 你给我等着 我让你出不了天城高铁站 叶十三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马上向我道歉 今天的事情 我看在西莫的份上就算了 十三 给语焉道个歉吧 他恐怕还没有让我道歉的资格 我不够资格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再说两遍也是 你不够格 好 你别后悔就行了 西莫 你看到了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而是他要一条道走道黑 你也不要再劝告我了 有些人不到黄河不死心 你不让他受点教训 他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精良 十三 你这次真的过了 张雨嫣不是普通的女生 他家里很有钱的 男朋友也是社会人 你刚刚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 说实话 以你的家庭背景 根本无法跟张雨嫣作对 你刚才道个歉 可以为你省去不少麻烦 我不觉得我会有什么麻烦 倒是你 一定要提醒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不然他真的活不过三个月 十三 吵架归吵架 别拿病去诅咒人 嗯 行 那就不说了 那我先走了 你也尽快离开吧 喂 哪一位 我是肖家的管家 肖鬼 夫人派我来高铁站接你 不知野神医在哪个出口 肖管家有心了 我从东侧出去 明白 请野神医稍等 我马上过去 天佑 你和雨嫣可不要乱来 夜十三怎么说也是救过我的人 你们千万不要伤害他 放心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不会废掉他的 但他让雨嫣这么生气 还诅咒他 我肯定是要给他一点教训的 没错 必须给他一点苦头吃 不然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们要干什么 小子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乖乖配合 断你一条腿 如果不配合 那就断两条 夜少 对不起 我来迟了 肖 肖家 把这些人一并带走 肖管家 虎妞现在情况怎么样 回夜神医的话 小姐还是没有醒来 今天夫人还汇聚了各方名义汇诊 可一个上午都没有进展 现在只能希望夜神医出手了 嗯 华清风来了吗 华老正在闭关 不过华燕宇小姐来了 她是华老的孙女 得到了华老的真传 还跟布鲁克学了一阵子 中医西医都有的小造诣 她也是中午赶来天城 估计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行 打得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虎妞用了大家的几服药 但还是没有醒过来 而且身体指数又下降了一些 这说明她身体承受不了太多的试验 所以接下来的诊治 我希望大家多两成把握再出手 还有 今天虎妞只能接受最后一次治疗了 明白 夫人 夜神医来了 萧夫人好 夜神医 你来了 虎妞就拜托你了 夫人放心 我一定让虎妞醒过来 我相信夜神医 请 我带你去见虎妞 夫人等一等 夫人你要带人救治病人 我可以理解 毕竟关心则乱 可今天病人承受了几次无效治疗 身体状况已经差了不少 这个时候不能再做无用功了 哼 这位小医生 我们都没有见过也不熟悉 不知道他有什么能耐给病人治疗 你贸然让他治疗病人 搞不好会让病人情况更严重 如果出事了 谁能负责 他负责 还是治疗过的人 或大家一起承担后果 哼 还有 你是师从过孙老 公孙 药老 布鲁克 还是在其余国际名牌医学院进修过 不然哪来底气说 一定治好病人 哼 我没师从过布鲁克和孙老他们 也没有在名牌医学院进修过 我就是一个赤脚医生 那你还有胆子说能治好病人 连在场这么多专家都无能为力 你又凭什么这样自信呢 你这是华众取宠 这是欺骗夫人 也是对病人的谋杀 夫人 你哪怕病急乱投医 随便街上抓个老军医过来 我们也不会说什么 毕竟他们都有行医经验 而这小神医没系统学习过 你让他进去 岂不是拿病人开玩笑 没师从过孙老他们 没进修过医学院 就不能给病人治病吗 当然能 但前提你是医学天才 你如果觉得自己是天才 那你哪点能耐出来呀 如果拿不出来 就不要蒙蔽夫人来打乱 更不要妨碍我们给病人治疗 我实话告诉你 我们已经开出了最佳药方 还有了治疗方案 一定可以让病人好起来 要不要给你见识一下 我们辛苦这么久 才总结出治疗方案 今天这最后一次治疗机会 我是不会轻易让给你 没这必要了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们的药方是 射香 天竹黄 羚羊脚粉 鹿绒 太子参 熟地 山药等数十味中草药 功效 骨肾甜精 健脾溶肌 易脑腹嘴 主调五十症 缺氧性脑病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药方 我不仅知道你们的药方 我还能判断出 你们治疗将会分三个阶段进行 你的办法虽然不错 但只是保持生命的正常 对病人醒来 还是没太多把握 换句话说 你不过是让一个植物人强壮一点 而不是让他醒过来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这样轻松地猜出来 我再告诉你一句 你这个方子 肯定已经被孙老他们开过 但效果没多少用 只是日常辅佐罢了 没错 这个方子要老开过 还用过两次 但效果缓慢 要老就否决了 你们学一这么久 千杯没有学会 质疑他人倒是很厉害 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我的能力 那我就说一说 这个大叔你每天晚上胃疼 要是不进 还有他容易出汗 应该是幼时被水淹过落下的病根 至于你华咽语 脾气暴躁 是因为你有孔男症 这怎么可能 他为什么会知道 夜神医 虎牛情况怎么样 能不能醒来 放心 他一定会醒来的 真的吗 我没必要骗你们 而且我今天就能让他苏醒 太好了 太好了 话可不要说的太满了 免得到时自己打自己的脸 那你就睁大眼睛瞧好吧 三才通忧 你怎么会我爷爷的三才通忧 你从哪里偷学的 醒了 夜神医 太谢谢你了 你是我萧家的大安人 这个人情 我会一辈子铭记的 举手之劳 夫人不用客气 现在虎牛没大碍了 但要静养半年 待会我给你开个药方 给虎牛调理 那就谢谢夜神医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不科学 虎牛神经系统 受伤挤进植物人 再怎么救治 也需要一个过程 少则三五月 多则一辈子 这肯定是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法 夫人 最好马上给病人检查一遍 我担心夜十三 是透支病人生机 强制唤醒病人意识 这会让病人 受到更致命的伤害的 夫人 让人给虎牛 做个全身检查吧 虎牛现在的身体指数 一切良好 这怎么可能 一个偷学 我们华家独门针法 心思不正的人 怎么可能把病人治好 快让开 快让开 我要救虎牛 布鲁克先生 快给病人检查一下 刚才有个矛头小子 随便给虎牛扎了几针 虎牛就苏醒了过来 我担心这是透支了 病人生机的治疗 你快让阿波罗专家 和先进一气 看一看 随便扎几针就醒来了 他以为他是我师父 就是他扎的针 师父 真的是你师父 这怎么可能 布鲁克先生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叫夜十三 一个赤脚医生而已 没有师从过 孙老和公孙他们 更没有在国际医学院进修过 根本没什么底蕴和背景 你怎么喊他师父啊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滚蛋 夜十三就是 我布鲁克的师父 也是我唯一的师父 我师父没有去医学院进修 是因为他根本不些学那些 他的医术已经天下无敌 学三脚猫功夫干什么 他没有师从孙老 公孙和药老 是因为他们都跟我一样 都要叫夜十三医生 师父 什么 三大医王也是夜十三的徒弟 布鲁克先生 对不起 我只是担心病人出问题 我师父都出手了 那虎牛肯定没事 你让我检查 检查个屁啊 还有 你这样侮辱我师父 你就是侮辱我不鲁克 从现在起 你从我团队中除名 阿波罗团队 没有你这样眼高手 低自以为是的学员 花小姐 好自为之吧 夜十三你给我等着 偷学我们家的独门神针 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 嗯 我等你爷爷过来 夜十一 你还没吃饭呢 吃了饭再走吧 不用了 我爸妈也来了前程 我怕他们久等 我得过去跟他们会合 你去哪里 我让萧管家送送你 这里不好打车 白云居三号 嗯 这是沈家的园子 你爸妈是沈家人了 对 我妈是沈家人 不过二十多年没来往 这次回来 就是看一看 顺便参加凉茶三十年庆典 夜十一 你等一等 刚才阿姨一直在想 你把虎妞救醒过来 我应该怎么好好报答你 给钱给房子 给车子 太俗 你也不缺 所以还是用这个做枕金吧 你一定要收下 嗯 阿姨 这是什么 太贵重 我可不能收 毕竟虎妞也帮过我 一点心意 它对你和你爹妈有意义 虎妞也值得这个枕金 哦 阿婆凉茶的股份 转上协议 没错 阿婆凉茶发展了三十多年 先后融资七八次 我看着凉茶还可以 发展也有潜力 就断断续续 收购了一点 股份不多 还分属不同企业和个人持有 平时没什么大的话语权 我也懒得介入管理 每年只拿分红 但如果把这些零散股份 全部整合起来 大概有四十个点 那就是阿婆凉茶最大的股东 比沈家人手里 还多十个点 也就是说 这袋子的股份 能够决定阿婆凉茶的命运 比跟沈家有缘 我就送给你 既是枕金 也是庆贺 夫人圣情 十三确知不公了